早上8点15分 中国女排迎来欢庆时刻 李宁宁丁霞激动 蔡斌秀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女排的体育迷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目前来说 正在十年赛参与比赛 就在之前的中国女排是击败了韩国队 十二场比赛正式结束 中国女排八胜四负 可以说整体来说表现还可以吧 我们在比赛中有过低谷 但是呢也是通过蔡斌教练的一个积极的调整 目前来看整个中国女排也是走在正轨上吧 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将会在接下来啊 面对女排总决赛的一个比赛 这次比赛将会在7月13号正式开打 是联赛排名前半的球队呢 将会进行角逐 最终角逐冠军 在之前上午8点的时候 可以说国际排联是正式官宣了本次的一个抽签仪式 作为中国女排来说我们是获得了上上签 可以说中国女排已经来了欢庆时刻 我们被分在上半区同区的对手 有意大利队泰国队和东奥主土耳其队 作为上半区来说没有什么实力比较强的球队 通过整体式来看 意大利队呢虽然说是最强的 我们将会在手中是面对意大利队 因为在之前中国女排是击败过队主 所以说我们在心理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如果中国队能够击败意大利的话 我们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是泰国和土耳其的胜者 所以说通过本次的半区来看 作为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一个好钱 因为下半区的整体实力啊太强了 美国日本巴西都在下半区 可以看出整个下半区的实力啊非常强劲 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暂时希望能够在上半区脱颖而出 因为整体实力来看 中国女排应该是实力比较强硬的球队 作为球队的决定核心李英宁和丁霞 看到这样的一个出签也是非常激动吧 因为呢我们没有与巴西队和美国队分的一个小组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火的事情 通过整个世界排名来看 整体实力来看 美国和巴西依然是最强的两支球队 通过本次的出签 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躲开这两支球队吧 作为球迷来说也是非常高兴 可以说蔡兵呢看到这样的出签啊 也是彻底的秀了 我们希望了中国女排能够放明现在 争取了能够在上半区啊脱颖而出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天球 下期的聊